哈囉我是Zender 接下來要來介紹的這個任務是非殺手石的測量 這一關是大家公認比較好賺錢跟賺益子的地方 那基本上它普通模式就可以賺200個金幣跟100個益子 這邊要帶的裝備的話其實就是基本的一些防護裝 就是要帶小刀啊 最好就帶個石鎬 那信標殼帶殼不帶啊 你要自己走的話也可以 那我基本上都會帶著 那帶石鎬的話主要是要敲石頭 因為在這一關的話 石頭會比較難取得一點 在河邊會有些許的石頭 不過就是要在地上撿會比較麻煩一點 其實還是帶個石鎬比較好 那這邊降落之後啊 就是迅速將自己的該帶的東西都帶好 然後就直接敲石頭 還有收集一些纖維啊 和物資 那我這邊的話 因為我有點那個小刀可以砍伐 所以我這邊我自己會做一個小刀 然後砍樹 然後一些木頭啊 然後再生產一些那個木材 那一開始的話最主要就是要做一個屁或鎖 比較好 因為差不多下來的時候抽 對就是五點多了 然後過一點時間就到六點之後 天色就慢慢變暗 會比較不好行動 所以盡量就是在夜晚來臨之前啊 你要做的那個睡袋啊 跟庇護所的材料都準備好 那也要做個火堆 先可以烤個肉這樣子 那也可以不用烤到精緻肉啊 就一般的肉就可以了 其實在打殺蟲的時候啊 你的體力的量 當然是越多越好啦 不過一般的話 假如說你是近戰類型的 消耗的體力不高 那也就是 吃一般的肉就好了 體力都還蠻夠用的 那一開始我這邊就是先在外面見個庇護所 然後就烤個肉 這樣睡覺 然後到早上起來再來行動 假如說會怕被殺蟲打到太多下的話 那就是 多烤一些肉 肉帶多一點 那假如說覺得還好的話 那 其實一開始吃個 吃個肉啊吃個椰子啊 然後血多一點就可以直接上路了 那一般的話 這邊是比較喜歡用小刀啊 然後再加上有 爆擊100%的定身 會比較好受力 那動物比較不會 輕易的跑掉這樣子 那一切準備好之後啊 那後面就可以開始準備上路了 那這邊前置作業的話 其實也不用這麼久啊 假如說你比較有自信一點啊 那你就可以直接 一下來什麼都不用準備 我就直接可以去放三個性標 然後直接去打殺頭 那放性標的話 其實只要在 它標示的 紫色點 附近 然後放下去 的話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那因為在沙漠周邊 這邊有蠻多的生物 還有很多的蝎子啊 美洲獅 就是要特別小心一點 那其實也還好啦 假如說 你專備帶得夠齊全的話 他們打得也不會很痛 也就稍微扛個幾下 他們也就掛了 裡面最花時間的應該就是 趕路的這一段吧 大概會花個 3到4分鐘的時間 好 那性標放置好之後 就可以去中間的 殺蟲的點 那殺蟲起來之後啊 就是可以 貼著它打 就帶小刀貼著它打 然後 打個差不多 刀到6刀之後就可以退後 然後它就會轉 欸 它就固定一個 頻率啊 它會轉一下 然後下次它就會轉兩下 然後 再下一次它就轉一下 就一直重複這樣子 貼著打 注意不要貼得太 近 以免說你來不及跑 然後就是你也不要離得太遠 太遠的話它就直接 吐毒 假如說怕被它打到太多下 然後又怕被它吐毒的話 就可以帶個反抗 應該說那個毒抗 那我這邊的小刀是從工作坊那邊做出來的 其實一般做一階的就夠用了 那我做的這把是有加10%的近戰傷害 然後打沙蟲的時間 然後打沙蟲的時間 古通模式的話 差不多打個4分鐘以內就打了 如果是打困難模式它會加30%的血 那加30%的血 其實也沒多少 就是在多打個1-2分鐘而已 如果單人玩的話 差不多是這個時間 就是可以在30分鐘以內解決 但是如果是在多人玩的話 就是看 跟隊友的配合度 假如說快一點的話 也差不多也是在 20分鐘或30分鐘以內解決 還蠻快的 那打完就可以直接回家啦 那記得自己的東西要帶好 確認好之後就可以出發了 回家返回太空站 我是Sender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